来 孩子们 看一看第二 刚当第二 难度已经提升到了四星 崩溃了 但是 这道题有特别有趣的算法 从简到凡 或者说从凡到简 完全取决于你的思维 咱们讲三种不同的办法 肯定你能适合其中的任何一种 但是 大家一定记住一条 如果你想的越少 你就只能算的越多 要想算的越少 你就想的多一点 OK 好 来看看 如果一个自然数中至少有两个数字 说明至少得是几维数呢 两维数 而且每个数字小于其右边的所有数字 什么意思 那每个数字往右看 右边每个数的身高是不是都比较高啊 是 那从左边看 应该是由小由小逐渐到大到大 是不是从左往右看 是由小到大的过程 是 好了 现在说 则称这个数是上升的 那很好理解吗 从左往右一次提升一次提升 挨个越来越大 对吧 那我可以发现它大概的身高是一个上升的趋势 问一共有多少个上升的自然数 先看这第一问 一共有多少个上升的自然数呢 待会还让咱们求下降的 可能这两问之间一定有些错综复杂的关系 是不是第二问 说不定可以利用第一问的答案呢 来 一块看一看 有多少个上升的呢 相对来说 同学们最容易想到的第一用做法就是崩溃法 什么意思 题读的差不多 半明白 半不明白 但是接下来往下做的时候 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撑到的方法 那就只能催事傻算法呗 挨个傻算 我会发现 我可以随便写几个数 比如说13是不是一个上升的 是 1234是不是一个上升的 是 13579是不是一个上升的 也是 挨个数 挨个数 数了个十几年 然后发现没数全崩溃了 是这样的吧 这就叫崩溃法 当然 催事傻算法 又费时间 又没有找到规律 又不可能得到正确答案 或者说不可能快速得到正确答案 肯定是摒弃的一种方法 所以第一种方法 咱们快速略过 第二种 要有同学会观察 说 老师 我估计数不在少数 但是呢 我不会一个一个的硬数 我会把它分门别类 然后找规律 比如说 我先找两位的上升数 两位的上升数可以怎么算呢 两位的上升数可以是谁打头的数 一打头 有几个 可以最小是一 二 然后是一 三 然后一直到一 九 这有几个呢 从十二到十九 很容易出出来 是不是应该有八个 很好 那接下来二打头的两位上升数 有几呢 有二十三 一直到二十九 有几个呢 有七个 那我好像发现一点点规律了 三 从三十四 一直到三十九 有几个呢 有六个 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是不是找到规律了 对 说明两位的数 应该从八一直加到几 八十九 加到一 一直加到一 从八加到一 总数是多少呢 是三十六 OK 说明两位的上升数 应该有三十六个 三位的有几个 四位的有几个 一直持续不断的数下去 虽然很困难 但是这种方法 看起来是不是可行啊 是 只不过实行起来确实很麻烦 需要算很多很多 最后一直算到最多位 最多位的上升数 一共有几位呢 有 九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全都不重复 是不是有九位啊 对 零能出现吗 零如果出现 只能在首位 但是首位能是零吗 不能是零 不能是零 九位全出现 那从两位一直数到九位 这不是崩溃法 翻版的吗 OK 那第三种方法 就要说到催事的技巧法 也就是咱们对应的一个法则 从一到九 这九个数字 是不是只能在他们里面选 零能出现吗 一定要不能出现 OK 那从一到九 我可以把它们想象成 九根不同的竹竿 五六七八九 看明白了吗 明白 OK 九根不同长度的竹竿 从左到右排 依次从短到长 能明白这个排法吗 能 那现在我从其中任选几根竹竿 它们组成的是不是就一个上升的竹竿阵 对 是不是这意思 是 比如我选这根 这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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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它们是不是从短到长的 对 那随便我选这根 这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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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这四根 是不是从短到长 是 也就是它们之间的区别 就在于我选 或者不选 没错吧 没错 只要我选了 无论我选几根出来 一定是一个上升的 OK OK 其实不太OK 嗯 如果选几根 都是上升的吗 我要选一根呢 是上升的吗 嗯 不是 OK 我要全部选呢 也不行 也不行 说明其中是不是一定有特例 应该用咱们前面学过的一个排除法 也就是反面角度思考问题 对吧 对 好 每个主干 我面临的选择都是两难的 要么 选 要么 不选 不选 OK 第一种主干 我有几种选择呢 第一 第一根主干 我有几种选择 两种 刚说完 选 或者是不选 第二个主干呢 选 还是不选 选 第三种呢 选 还是不选 是不是全都有两种选择呀 对 中间我为什么要用乘号连接 也就是乘化原理呢 因为 我对每个主干都做完选 或者不选的选择之后 九个主干全选完 OK 全做完这样的判断 那一个新的上升数 是不是才能诞生 对 说明这事是一步完成的 还是 邦邦邦邦邦 分布完成 分布 对于是分布 分布完成 应该加化原理 还是乘化原理呢 乘化原理 非常好 那现在有几个二相乘 我给他写的简单一点 九个二相乘 刚才说了 分别代表的是不是 123456789啊 对 那就是二的九次方 当于五一二 OK 以后看到五一二 不要光想到大地震 那五一二 二的九次方 同学们要熟记 对吧 对 我问 512真的就是所有的答案吗 不对 刚才咱们说过 这些全 包含的比较全 但是其中 往往也把一些 不应该包含的 非法之徒 包含进去了 比如说谁呢 各位数 OK 如果这九个竹竿里面 我只选择一个竹竿 其他八个竹竿 全让它趴下 那这时候选的是上升数吗 不是 是单崩数 对不对 对 这些单崩数 应该算吗 不应该 应该排除掉 这些单崩数 有几个 九个 有九个 分别是 单崩呢 123456789 减去九个 还有一种情况 也应该排除掉 答案没选 一个数都没选 这应该是几个数啊 就只有一种情况 大家是不是都不选 对 这种情况 当然也不符合 上升数的条件 所以答案应该等于几呢 502 502 OK 因为题上说的是 至少有两个数字 看到至少 我们会想到 逆向思维 也就是排除法 听明白了吗 明白 这是咱们读题 题目中的隐藏条件 一定要把握 502 这个答案 就是正确的答案 怎么样 算的是不是觉得 很轻易 是 OK 那咱们的过程 就是这样 从凡到义 一定经历思维的一个跳转 最奇妙的 还是咱们的对应思想 好了 下来看一看 一共有多少个下降数呢 有的同学 想也不想说 必然也是502 上升和下降都一样 真的如此吗 上升数 咱们把哪个数字 拒之门外 02 0没有出现过 但是在下降数当中 0能不能出现 可以 当然可以出现 没错吧 对 所以我们会发现 哦 如果下降排列的话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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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六 七 八 九 十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排列次序 是 这个 去去去去 好 OK 十根主观 包括最后的这一个小点 OK 是不是都排列完了 是 这会我发现 可选了变成十根主观 那他们的选择范围 应该乘起来 是二的几次方呢 十次方 二的十次方 非常好 每个主观都有选或者不选 两种权利 对吧 对 012出现 一定是在最后一位的 但是 二的十次方等于几 1024 1024 全是很全 但是很精确吗 不 一定要把不符合的排除在外 1024 减去那些单崩呢 三崩呢 有几个 十个 十个 OK 再减去谁呢 谁也没选 再减去 谁也没选 减几啊 1 1 等于多少 1013 1013 特意注意的是 这里面有一种情况 显得比较诡异 知道是哪种情况吗 1 选那十个数 咱们有可能选到谁 0 是不是选到单崩的一个0 对 全部选的话 也是谁 也是0 也是0 但是这两种情况 在1024里是不是被算了两遍 对 自然也要被减两遍 10中有它 1中也有它 是不是要减两遍 是 听明白了吗 明白 这种特殊情况一定值得注意 最后的答案 1013种就正确了 看明白了吗 明白 这就是两问之间 不同的设问 同样的方法 OK 解决它 并转化的思想 相当重要 好了 待会儿 接着来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